1997年6月30号午夜,全世界共同见证了一个历史时刻,在香港国际会展中心,英国的米字旗叫下来了,中国的五星红旗升起来了, 从此飘扬在香港的各个角落之中,香港,这个被英国殖民,了长达一百五十五年的中国疆土,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,这个时刻,所有的中国人都难以忘怀,它也会被历史永远铭记,随着相讨的回归,新中国的国力,已经在世界各国彰显出来, 接着,那些在清朝时期因为国力的弱小被穷凶极了,的列强称国打结构的领土,也相信回归,直到澳门的回归,终于标志着外国人,占据和统治中国领土的历史结束, 只是,真的结束了吗?至少在真正意义上来说,台湾还没有回归,除了台湾,就没有被占领的领土没回归了吗?答案是否定的。 当初在略强侵略中国时,虚情假意的沙俄也没忘分一杯岗,趁中国落太平监国运动的时候占领了中国东北和西北的大天国土, 1897年趁清朝在甲午战争中斩败的机会,强占旅顺军港和大连, 1900年趁八国联军进华之际占领整个东北达五年之久,只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, 中国作为战争国,又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强盛,列强所占领亦或殖民的土地也将近回归了祖国的怀抱, 中国的领土逐渐的完整,只是,美中不足的是, 唯独沙俄所占领的大边国土没有归还,这是为什么? 第一,地理方面英国、法国等殖民主义国家,在世界的盗版图上与中国相距太远,并不接扰, 中间还隔着广阔的海洋,自然在统治力方面就会相对较弱, 但是沙俄却不一样,沙俄不止与中国有着大面积的接壤, 在苏联解体之前,还是世界两大超级大国之一, 在领土方面,他们就比二战后,衰弱的中国强势多了, 二,历史方面,日本作为法西斯国家,曾一度打入中国内陆, 自然也占领了中国大量的土地,特别是东北三省, 这些领土怎么回归的,离不开苏联的保住, 苏军出兵东北,被中国战上如本出了一把大力, 再之后,1945年美英苏三国签订的雅尔塔协议中, 苏联占领外东北和枯叶岛, 确保外蒙古独立的要求获得了美英的承认, 国民政府最终也承认了雅尔塔协议的合法性, 在这种情况下,中国就只能假把吃黄连浪, 第三,国家势力对比和国际格局方面二战后, 被受日本摧残的中国早已是千疮百孔, 在这个威纳时期,中国曾一度需要苏联的工业和技术援助, 在那个时期,更是有老大哥之策, 苏联结底后,俄罗斯虽然经济不行, 但仍具有强大的军事实力, 面对美国的虎视眈眈, 中国只能选择与俄罗斯友好, 来抵消美国的围堵, 有这层关系在,中国就绝不会撕破连, 一来要回本就希望鸟毛的领土了, 而俄罗斯自来勒的沉默, 总之,无论从历史,地理还是现实状况都决定了, 沙俄时期占领的中国领土, 不会回到祖国的怀抱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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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